抢钱的三大封腰后续任务,垄断保持生意 很多玩家封腰只是为了还装 其实封腰最大的收益是其后续任务 现在很多任务奖励都在削减 但封腰后续任务奖励已是十年未变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 抢钱四的三大封腰后续任务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第三个,长寿郊外封腰后续任务,郊外斗法 郊外斗法任务与其后续任务不同 首先领取任务时会让你回答一个问题 答案自然是长寿郊外 回答正确后会在长寿郊外刷出一个NPC 需要你前去挑战 找到怪物后会有三个难度让你选择 难度最高获得精魄零食的上限提升至三级 因为有难度说一下战斗 怪物全部都是法系 其中后排的凤凰和星灵 会释放大火和飞沙走石 前排的蛟龙会水漫金山 以175级为例 约有两万血左右 是所有奉腰后续任务中最难的 战斗胜利会给一至三级精魄零食 如这次给了两级的伤害 也是约15万到手 这个任务在新区更是转翻天 由于合成三级零食需要技能达到70级 且只有帮派达7级才能研究到该等级 所以约两个月后才会出现零食合成 因此一个三级零食能卖到400多万 一个二级伤害也能卖到120多万 等于半个牌子 第二个 丸子山封腰后续任务 四级如画 同样找到四级如画任务 接到任务后会让你在丸子山57.15处找到罗书生 然后罗书生会要求你带着他去丸子山的几个坐标 到达后连接他就可以 到达最后一个坐标时 书生会被林门豹抓住并进入战斗 盼着下人难度一点都不高 胜利后返回罗道人处领取奖励 会获得30万经验加3万储备金 以及一个宝石 有几率获得大五宝 该封腰后续任务 是为数不多的公告中加强奖励任务之一 第一个 柳林坡封腰后续任务 柳林石窟 先找到柳林石窟任务 接到任务后会让你去柳林坡找到藤万花腰 点击后会给你传送进石窟内 没有任务提醒 只是让你在石窟内转转 你需要来到77.71附近 就能看到一个射破影 点击进入战斗 后排修罗傀儡鬼门派是尸驼 有一定伤害 可以优先击杀或封印 前排的修罗傀儡妖 门派是大堂 全部会后发 并且都点杀宝宝 可以其次击杀 整体有一定难度 但是不高 胜利后会获得60万经验加6万储备金 这时千万不要走 点击旁边倒地的剑侠客 他会给你一个玉佩 再点击上方的传送机关 然后返回柳林坡 将玉佩交给藤蔓花妖 你会获得一个内丹果 内丹果分别有三种类型 分别是破损的内丹果 内丹果以及大成的内丹果 分别增加35 80 100点重修经验 还有哪个封腰后续任务奖励好 评论区见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